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11月的Bullet Journal排版分享 这个月的主题是surprise考试 因为我下一周就要考试了嘛 但是如果你不是学生也不用担心 我相信里面的其他版面还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我们这个月的排版工具依然是iPad 但是如果你不习惯用纸质板或你没有iPad的话 你直接在纸上跟着我做也是可以的 模板和一些具体的参数会放在信息栏里面 大家也可以去查看一下哦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封面啦 这个色调我选择的是一个让人比较能够平静的一个颜色 它主要就是各种蓝色和一点金黄色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月觉得比较焦虑压力有点大 所以我希望能够用这些颜色来平静一下我的内心 首先我用文本添加了November这么一个字 我这个月觉得不是特别想写字 但是反而会想画画 所以我还在它的周围画了不同颜色的云朵 还画了一个月亮加了一些星星 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舒适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图案 那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画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我这个图案贴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加了一个quote 平衡一下它整一个画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页了 那这个月我觉得我有点偷懒 你有点简单粗暴 我直接把苹果电脑的那个日历导出来 然后保存成pdf转换成jpeg 导入了这个procreate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呢 这个模板我也会分享 但如果你自己弄的话 就是很好的能够把你原来已经在行程表的东西 能够把它放进来 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做 我会在视频结尾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教程 anyway我在这里把它的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抹掉了 然后在上面加了一个november 然后这个月的重点就是有点图画嘛 但是我懒得总是重复画 所以我把我封面的那几张图片单独倒进来了 然后又把它重新排版了一下 就把它扔在了上面 如果你好奇怎么做呢 就是在你刚开始画的时候 把它保存成png 它就是一个透明的页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贴纸这样贴进来 这个我画出来的贴纸我也会跟大家在模板里分享 之前的话我都是用那种树状图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月我们就做点不一样的吧 就画成一个阅历的这么一个样子 那这里主要就是写一些比较大的行程了 像我有考试或者哪天我去玩 哪天要选课 这些我都会写在这个版面上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页面呢 我在左边这里做了一个小小板块 写着monthly goals 然后就是想写下来一些主要目标 中间这里呢是一个tracker 那就是周一到周日 然后一到三十号全写上去 那用电子版它的美妙之处呢 就是你可以复制粘贴 所以呢我又把它复制粘贴了三遍 代表着我有三个主要的习惯想要养成 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使用它了 因为我觉得习惯已经养成了 但是最近我觉得好像因为太忙了 所以又没有能够好好的赶上来 所以呢我又重新把它放进了我的bullet journal 下面这里是两个tracker 也是因为最近考试和最近睡觉不够所导致的 我觉得我要track一下了 首先上面这个就是sleep tracker 就是我睡觉睡多少 下面这个就是productivity tracker 就是我的效率嘛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月的排版跟之前都非常不一样 因为这个月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排版 大家会发现我在同一页里面放更多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之前的好像过于分散了 就是觉得一页好像没有多少东西 我就想把它做的更浓缩一点 所以现在一个页面会有更多的内容和信息 因为之前我可能留空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版面要怎么用 首先我在三个tracker上面加了一个标题 所以就是有reading啦 vlogging和workout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还是熟悉的那些习惯 然后左边这里是monthly goals 就是三个主要的月目标吧 我还没完全想好 我觉得明天后天再想一下 所以我只是大概写了一个给你们感觉一下 如果是做一些习惯养成 就是成功的时候画个圈圈就可以了 下面这里呢 我选择的是用那种点状图 然后如果是睡了七个小时就画在七小时那里 睡了九个小时就画在九个小时那里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就是有一个连续的点状图啦 那如果你睡眠时间波动比这个要更大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过一个小时 七九十一这样 还有七五三 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记录你非常不稳定的睡眠时间 像我一样 不是我嘛 然后右上角的话呢 下面这里是productivity tracker 我本来想弄成素状图的 但是后来发现因为点状的原因 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弄 那么就把它变成素状图的吧 左边就是0 25 50 75 100 就是今天的效率感觉如何 大概预估一下今天75% 那我就这样画上去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一件事情 因为你想争取效率更高嘛 我觉得视觉上展示出来的会比你在app上点一个按钮 会更加有感觉 大家觉得呢 接下来就是study planner啦 嗯 因为要考试嘛 这个总不能缺少 但是因为要考试 我又作弊了 我把半年前设计好的这个study planner放进来了 然后再添加了一点图案贴子 让它有个整体的感觉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它导进来 不是重新画一个呢 首先我觉得大家不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去重新画 大家可以直接打印出来 使用就好了 那如果用iPad的话 更方便直接导进去 这一次我想更加详细一点的跟大家解释 这个study planner到底是怎么用的 左边这里我觉得都是比较明显的吧 就是填上日期科目和目标 接下来考试要求 就是主要写老师告诉你的 这个考试怎么考 那比如open question的话 它就是更注重大概整体的一些知识的背诵 但是如果是open question 就是一些回答的题目的话 就更注重一个概念的理解 所以我会根据老师的不同考试内容 去做复习的调整 那把它放在这一左边 就是在我复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醒着我 这考试内容是怎样的 我要注重哪一些点去复习 接下来就是完成奖励了 因为辛苦了那么久 我觉得还是要一点奖励 可以给自己买一样心意的东西 也可以去请自己吃点好吃的 或者跟朋友出去玩 接下来就是反思总结 那这个一块用的是什么功能呢 其实主要就是一些重点概念 你觉得可能这个不太熟悉 之后还要翻回去回顾的 你可以直接写在这里 或者你发现一些比较用的复习方法 希望明天继续使用的 但是你怕忘记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预估时间就是我大概设想 我需要的时间 那这里有八格 我一般设定的一格就是25分钟 刚好一个番茄时钟这么计算的 所以我完成了一个番茄时钟 我会在这里打一个勾 然后实际时间我也是按照25分钟 一个方格 在右边这里就有一个进展的板块 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进展其实是我对整一个章节的 把握程度的这么一个记录 它是0到100% 每一格代表着25% 那我会在我第一次整理笔记的时候 给它打一次勾 第二次就是初次背诵 第三个就是第二轮背诵 然后第三就是最终我觉得 嗯这个章节把握的不错 我才会打这个勾 然后这些勾都打完之后 我会打一个完成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清晰明了 而且能够把前期的复习和后期的复习 结合放在一张纸上 整体而言就是这么使用 如果你有多个科目的话 你可以打印多几张 或者直接在Procreate里面复制粘贴 你就可以无限使用了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最后页了 Monthly review 就是我们的阅读总结 上面是Things that worked 有效的事情 比如说我这个月 每周都是4点钟去健身房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坚持 所以就把它写下来 下面这里Things that didn't work 比如我这段时间 都是晚上两点才睡的 我以为晚上熬夜 可以更加好的抓紧这个时间 但是效率没有很高 第二天有点打瞌睡 所以我就记下来 这个不太有效 之后可以怎么改进 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总结和反思的一个方法吧 下面是Finances Bills这里其实就是账单嘛 我想记下来就是我每个月一些固定的subscription订阅和一些要交的账单的记录 比如我要交的电费啦 我的房租啦 还有订阅的一些东西 像Premium啊或者Monday这些服务类的 然后右边这里有一个income or spending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这个月的收入和我这个月的总花费 我觉得心里还是要有个数自己花了多少能不能再省一点呢 右下角这里是个wishlist 就是用来记录想买的东西的 就比如我接下来我很想买一个镜头 说我要努力为它存钱 我觉得也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方法 那这就是我们整一个月的一个bullet journal 我还是把它变得越简单越浓缩越好 希望不要变成一个负担 但是对生活规划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有些页面是之前有的 现在没有你还需要你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都是非常自由的 我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这个月的color palette 它的一个选择的颜色和色调 和整体的简约风和简单粗暴的插入图片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风格 大家觉得呢你希望我还是保持原来的风格 还是做一些新的风格的尝试呢 记得在弹幕里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然后现在我把主要使用的颜色和标题的字体写在这 都是使用一样的 这样它的整体感觉会比较好 然后再强调一下这些我在里面用的贴纸 我都会提供一个透明版本给大家 大家可以随便飞双用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bullet journal排版了 其实这个月我还挺慷慨的 我收到那个两个排排 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就哦 虽然很忙很忙 但是还是沉溺在幸福之中 因为我觉得剪视频 做视频真的是好喜欢的一件事情 所以又一次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过得越来越好 每日都过得开心 哦 那这就是本月的bullet journal排版了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好的那现在是我们的日历导出了一个简单的教程 呃这个使用的是苹果日历 大家也可以用谷歌日历 呃自己喜欢用什么日历都行 但是可能需要电脑打开来选择打印 然后在苹果电脑上呢 是可以选择保存成pdf的 打开这个pdf文件 然后在文件里选择导出成jpeg 就是一张图的格式 然后再把它airdrop到ipad上 就可以导入procreate了 嗯如果还是太复杂的话 就直接用使用我的模板吧 嘿嘿嘿嘿 好的拜拜 OK那现在是我们的热力的 嗯